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当然要讲一宗大家都很关注的事件 就是这个太子的私暴事件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恐袭的定义 如果我们的恐袭定义就是在于恐怖主义 是要和国家恐怖主义分开的话 我们就很难把它称之为恐怖袭击 除非你是认同国家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同一样 不过我们也不要糾纏在学术的定义上 要评论这件事也不需要去到这个位置 总之重点是你怎样看警察冲进地铁站 因为他们说这是一个无差别襲击 但其实他也是有差别 因为他主要都是针对年轻人 他觉得疑似的示威者 当然他也可能有过滥的暴力 是会伤及其他人的 但anyway 你们怎样看这件事呢 你先说 我先说 我其实都是 我两个途径有些啟发 第一个就是大家这样的样子 都是在网上高体 网上高体不是无差别 我同意Hanny所说的 他不是 他也是带着口罩 年轻人 虽然他换了衣服 不知道他没有换衣服 他不是穿黑衣服 都是可能带着口罩 但是你不中腹肌 尤其是你噴胡椒噴霧 那些时候 我当然会知道其他 效果当然是不理想 但是 应该要改进 是应该要改进 你是不是在第二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就是 不是 我在茶餐厅 听到旁边有些人看着 就是看电视机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就是有些相对比较难的 中年的士司机之类 的士司机之类 其实都是 就是打得好 打得少 他们肯定是 一落到去 又换衣服又剩的 我自己都车过 我自己车过一些 车过他口中的暴徒 然后问他去哪裏 就是换衣服 这些肯定是没有答错的 那些是示威者 而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没有点错相 第二个问题就是 没有点错相的话 是应该要答的 就是我们承认这个社会上 是有些人有这个看法 是这样说 第一我觉得 那些蓝丝 近期好像这样讲话了 是 是 那个感觉以前公开讲话 之前蓝丝是 有点抵气 有点抵气 现在有点抵气 就是不敢说 就是仍然是黄 是卖很多 但是这些蓝至少有够胆 就是至少有够胆 可能真的跟鎚有些关系 就是纯从这个来讲 第二就是 就是我们不能够否认 就是那些示威者 有很多都真的很好气 就是 就是 所以当然 如果你当你很好气的时候 就是自己明明都是 都说自己不是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不知道 但是当然 其实在任何的战争之中 任何打斗之中 讹讹讹讹讹是一样 都是香港人生的事情 但是 但是 因为有些 他令到他讹讹讹讹讹讹讹 有些是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 是做气功出来的 我想问Henry 就是说 尤其是从一个比较 我代表我的朋友 我代表我的黄丝朋友 的角度出发 为什么他明知 明知发生过721 是不是 元朗那件事之后 就是他都知道 你这样落在地铁站 密封空间做这些行为 人家一定会当你是 比较 和白衣人比较 为什么他都会做这件事 而且画面做出来 为什么都是 那么令到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他不在意画面 如果不是 就不会做这件事 不在意画面 有很多原因 例如你刚才说 其实那些蓝丝和警察 都是同一样 现在为什么 你会感觉上 就是那些 我不是说 他们敢不敢说话 就是越来越暴虑 不是暴虑的意思 不是说他会出来打人 其实也是 那晚开始 就是因为有人拿了个锥仔 又拿了个戒刀 就是他们觉得 要拿些攻击性武器防身 如果不是 就会被人打 或者他觉得一定是 要用暴力解决问题 这种社会躁动 很多人 都集中在年青人 年青人现在很躁动 很不满 他不明白 那些阿叔 都会很躁动 我们以前 可以在茶餐厅 唱所欲言 我喜欢说什么 现在的餐厅 坐了十个黑衣 我就不能说 以前的侍应 全部都是迎合我们 我们说什么 他就对了 抓了那些年轻人 就对了 现在的侍应不敢胡说话 因为他发觉 有些黑衣 他说话 他会得失黑衣 然后餐厅 又会有危险 这种躁动 从六月到现在 已经冤枉了两个月 对 你冤枉了三个月 你当然想宣洩 其实警察和那些阿叔 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就是要找个 为何他要发明蟑螂 这个字 就是因为他觉得 我不将一个敌人 非人化 也不止是非人化 这个非人化很多人说 我意思就是 我一定要目标 我是集中在某一种种族 我一定是要和他 是你死我活的 我才能够宣洩到我那种很屈闷 为何我常常不受欢迎 由那些警察去执勤 被人说是黑社会 去到那些阿叔去茶餐厅 他刮过那些身边很多人 其实都是支持那些示威 抗争的 每次讲这些东西都要忘记 我们在茶餐厅见到那些阿叔 他要等一个多两个小时 确定整个茶餐厅是没有遇见者 都是自己有 他才敢突然爆出来 你就明白那种压抑 其实在蓝丝那边一样存在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做 首先你可以两个层次看 我作为那个 刘伟聪 还有我说的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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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叶文 他们两个人 可能的想法就是 我们打到你害怕 很简单 这些就是那些 上一代的教制心态 你不听话 我就打 我就拘捕 我拘捕 我拘捕你的人 打死你的人 那你们就不敢再反抗 至于那些警察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 你第一个角度想问 但他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反思 或者一个 就是你一路 一直打 一直打的时候 你看到 越来越少的人出来 越来越害怕 有效 所以我再打多两个礼拜 你们就会收手 看不看有这样的前景 我不管 我先打 我这么说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你已经不可能 去和换这件事 你只能守着基本判 所以你看到 逢是做政治 做选举的时候 你会看到 当你越是不行的时候 你越是激进 当你越是行的时候 你就越是和解 陈水片合得的时候 全部那些合得的时候 就大和解 完之后 你一不得的时候 你就会搜到基本判 因为基本判 是最重要的 现在你的基本判 就是那些 正如Henry说 是那些蓝丝大叔 那些蓝丝大叔 就是这样说 你们觉得 很多蓝丝的人 觉得 那些黑衣人很慢不讲理 但实际上 你如果那些蓝不讲理 你怎么能够 那些蓝丝大得 那些四五十岁的大叔 就是说人性 那些已经屈了几十 而且可能刚刚失业 虽然 其实经济已经衰了很久 但是现在 大家会把那件事 会把自己的不幸 最容易就是 就像大蕭条的时候 把你的不幸 其实可能没关系 都衰退了 对方和你的生活比较舒服 所以整件事 他会把自己的不幸 他会发表 就是那个人 等于那个叫巴士阿叔 是 他都很不管 你想想 一个年轻人 你怎么会拎离得巴士阿叔 我还记得 有一句话 挺普遍的 就是说我在茶餐厅的叔叔 他就说那些年轻人 其实很多人都说过 但是真的亲耳听的时候 就很合你 就是说 你这群年轻十多岁 还没交过税 就是no state 是的 他就说我做了这么多年 有交税 你有什么资格 民政府拿的东西 我补充周远大使说 都对 你看现在的蓝丝都很恨林郑 你现在的蓝丝支持率 为什么会跌到只有19% 你明明蓝丝的基本本 起码都有三四成 那就是说 连蓝丝都不妥理 你在这一刻 你是宁愿拉回黄丝去做你支持者 只是拉回蓝丝做你支持者 很简单 拉蓝丝比较容易 比较黄丝 但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老爸教儿子 我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是这样的 常常都觉得那些网民也好 他的子女也好 总之你就要听我说 你不听我说 我就唯有骂 或者我唯有疑人 你用不同的方式 这些都是很上一个世代的想法 你不听就打到你听 你想出街 我不想你出街 我就锁你在屋 其实概念也是一样 但是他们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不是你家 现在是你身边所有的三姑六婆 都是有资格去批评你家的事 你有没有说 这个就是我自己家的事 你们不要理 你想想 連中共都做不到 你真是一家之主 是 你林郑怎么可以做到 所以当这件事 我想拉到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当它不是一个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 就是可以胡闹人 就杀到那些人害怕为止 当这一个战争 不是一个封闭的战争 所有人都可以透过电视可以看到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冷气军事 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可以立即看直播 那你就发觉 这件事就不是打仗 就是拍战 我都说 你想想那一幕 就是这一个 就是有两个抗争者 我不要理他是不是抗争者 你说他是假扮也好 做战争也好 我就是当套战争去看 多完美 首先有两个年轻人 哭着抱着有爱情 接着有极权和无力者 因为那个人就有枪 又有警棍 另外一边什么都没有 真的只有把傘 你有这个很暴力 而且已经投了行 还要搞我 哪有一套电影 可以写到这么完美 那种正邪 不单是正邪 你就是爱情 当然可能他们的轻满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一男一女抱着 就是投入了 是的 你就代入了 他们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他以为在打仗 但其实是在拍战 那些人在演戏 现在那些蓝丝的片 全部都是说 他们之前已经做坏事 他们是换衣服 这些是不重要的 一个正常人很肤浅的市民 他看什么 就是看那一刻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荷里活经典的桥段 男女主角抱着生死之间 然后有个邪恶的人 找一支枪对着他 接着旁边有些很弱的人 然后有些很强势的暴力人 施加那种伤害 有哪一套荷里活电影 可以写到这么完美 所以问题就是 我作为建制派 没有人拍都这么好 你的戏不能够 你再想想想 之前那几个蓝丝阿叔 你如果要找几个蓝丝小孩 带着蓝丝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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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被那些闻面黑衫打到 你不要打我了 继续打 那你就赢了 你那些就是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躁动大叔 没有人会同情你们 Casting 都输了 你真的几不幸 Casting 都输了 你拿了出脱仔 其实警方的声明 或者他书面的 又或者说的 都有说 为什么要下去 就是说里面有人 但没有人理 我反对你一样东西 就是徐仔 这个被荷里被电影的影评人 认为这一世上最拍武打战场 最经典的一部电影 就是Oboy 就是那部韩国片 叫做Oboy 就是那个人拿着蓝丝小孩 打几十人的那个 哇 人家徐仔拿得多厉害 大佬啊 他找了很久了 你最容易争取到认同感 就是你弱者比强者欺凌 还要是我已经完全放弃抵抗 而你仍然加害于我 而我再强一点 爱情线其实真的很重要 你是激起了女性观众的无碍 以及你激起了那种男性观众 那种想保护弱小的感觉 他未必很喜欢女主角 他未必很漂亮 但是有一男一女 接着有个很邪恶的人 去施加暴力在他身上 一定是同性 你没得够 我身边的男性 现在是没有事情可以做到的 我经常说 那些人不就觉得 老爸教孩子 我就打到什么 你要找个帅哥哥哥 才说 然后我说 中镇淘 彭慧伦大哥 然后别人看到 你妈拿着鸡毛嫂打个孩子 接着他说 儿子偷我的钱 我当然要打他 外人会追究那么多 外人就看最后 你找鸡毛嫂打 現在是2010年代,2020年都來,你還做這些事情 你便洩賊,你便輸了 所以我很感慨 到今時今日,政府都不知道在搞什麼 公關是沒有差用的 你拍片沒有差用 你問我,你找幾位美女在地鐵站挑黑衣機 等黑衣打你,你就做到效果 而不是找幾位阿叔 如果你可以一個打20個黑衣服,就是英雄 但你又拍不到英雄片 你最後又被人圍繞,搞到要報警 整件事都錯了 好,這次就到這裡